主要我们能够做到信念慈悲 那么就不会有敌人 绝点法师开始 信念慈悲就不会有敌人 有智慧就不会产生烦恼 我们呢或许不知道 他呢还有一个耳根源通 耳根源通啊 观世间人的苦难 这个我们一般做不到 我们呢听到呢 别人有苦难 我们就逃之夭夭了 我们还要发大悲心 去救度他们 实在是很困难 但是谁做到了 观世音菩萨做到了 他不但呢发愿 要救度这些苦海茫茫的 娑婆世界的众生 更希望他们从此案到彼岸 所以呢我们就知道了 就因为这样子的因素 我们很希望呢 大家共同来参与 我们来观世音菩萨殊胜的法门 也共同来修持观世音菩萨的大悲 那今天下午呢 我们呢又举办了一场 大悲 颤 颤除我们心中的业障 然后呢借由 我们颤除完了以后 行持慈悲 去广度众生 我们的心念如果慈悲呢 啊 没有敌人 有智慧就不会产生烦恼 可是我们今天 就是因为我们不够慈悲 受造太多敌人 也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智慧 产生了很多很多的烦恼 所以呢 绝点法师在这里呼吁啊 希望呢 大家有空都到佛室 去清净佛法 清净呢 来尊佛菩萨 只要跟他有缘 你都去清净 进而去消除我们的 本身的业障以外 也希望呢 就这样子的因缘 我们都能共成彼岸 再次呢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绝点法师开始 有时间要多到寺院道场 清净佛法 只要跟自己相应的佛 都去清净 如此才能共成佛道 十方新闻 黄慧如邓正璞 高雄采访报道